昨天,医院地下一层的积水刚刚被抽出,火箭军某部救援队迅疾抽调官兵组成突击队,对车库的淤泥进行全面清理。 因为照明还没有恢复,官兵们只能带着头灯一点点进行清扫。 扎龙是突击队里年龄最小的一个,一个循环下来,衣服湿了,手也磨破了。 虽然我们很辛苦,但是我们也很着急,我们要快一点把这个里面给打扫干净,然后恢复医院正常的一个状态,让老百姓进来以后能够觉得很安全,很放心。 虽然看到车是这个样子,我们心里边还是有一点点难过,但是看到我们的子弟们在这里,为我们做后盾,心里边感觉到非常的危难。 对生活的这个信心完全就没有一点点的动摇,依然信心满满。 执行抗洪任务以来,官兵们成立了团员先锋队,无论是转运病人清理物资,还是轻衣洗消,各个岗位上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。 洗消员单庆宇今年刚刚满20岁,别看他个头不高,背着50多斤的洗消装具干起活来,一点也不含糊。 19层高的楼房,一天要步行上下4次。 每个行环大概40分钟左右,每天下来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,我们能多消差一平米,医院就能少一份隐患。 哪里有困难,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,哪里险情危急,他们就冲下哪里。 在与洪水的搏斗中,在转移医护人员的战斗中,他们得到的历练和成长,收获了一份人生最珍贵的,最难忘的财富。 谢谢大家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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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